OK,那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怎麼清潔顯卡或礦卡 既然我覺得這張卡有點髒 那哪裡髒呢?我介紹一下 基本上這個卡的背面還是蠻乾淨的 OK,大家看一下 隨便看一下好了 OK,背面是OK啦 那側面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出來看哪裡長的 切到側面 這個好像還沒拆過耶 OK,所以應該算買到好卡吧 好,我們看一下側面 側面 OK,可以看到那個Heathink的 Heathink吧 那Heathink下面就是一些BGA的元件 那BGA旁邊有一些髒污 我決定把它清掉,因為我很害怕 那個灰塵機久會短路 好,至於怎麼清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設備 工具 那我們看到這邊 這叫紀念刷 那你可以準備一隻硬毛的跟一隻軟毛的 好,那這個不用講大家就知道吧 清潔手機的五層部 然後呢 靜念刷還有這兩種 一種是 這種不特別適合清一些BGA或小零件的間距的角 那是發明機的刷 OK 那 怎麼拿到這個工具呢 你可以在淘寶啊 或者是在 蝦皮可能也有 可能貴一點 淘寶比較便宜 那為什麼要用靜念刷呢 呃 旅遊很簡單 比如說你冬天 你應該去過國外旅遊吧 你被 那個 電梯啊 後門把電過吧 OK 那叫靜念的效果 那靜念亞東路上 雖然它的電流不大啦 那是起千伏的情況之下 微電流的話 你在刷的過程 可能會把一些電子的零件 造成它 短期的傷害 它可能會運作一陣之後 才會開始失效 那追起來的原因 你根本不想過什麼失效 所以我們在清的時候 盡量用一些 專業的工具 OK 不貴 很便宜 那這個呢 是 PCB的清潔水 你也可以 它也叫做IPA的清潔液 那 也有別的清潔液可以用 不過因為 呃 除非你在電磁場上班才拿到 那RDA的話 是蠻好買的 OK 它是專業PCA的清潔液 OK 它 它可以融寫一些有機質 然後快速迴發 所以不會在PCB 是要融產油 那為什麼我要電這一個呢 因為理論上呢 呃 我們這下面應該是用靜電桌布 當然 我們小隻呢 或者說一般家庭 不會在電於靜電桌布 當然要做也很簡單 那我覺得用紙就可以了 因為基本上呢 它跟這些顯卡摩擦 基本上不會起什麼靜電 那比較特殊呢 是這一個 OK 這個叫做離子風扇 這也是專業的設備 那一般呢 在PCB清潔的時候 你一定會去 就算這個是靜電刷好 OK 我們還是會去摩擦到 一些電磁件 那多多少少呢 這上面還是有靜電殘留 那藉由離子風扇呢 它就可以去綜合這些靜電 那可以把這殘存的靜電壓 降到最低 對電子靈業的傷害 也會降到最低 那 我相信呢 我這樣介紹完 你們就應該知道 在這一方面 我具有一定的基礎跟知識 不要說最佔夜好 但是聽起來 還像是這麼一回事的 對吧 好 那我等一下示範一下 怎麼清潔這塊PCB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拆這個螺絲了 那 當然呢 去找一個適當的螺絲起子 那 這個大隻 是不行的 那基本上呢 就把這四顆螺絲 拆下來 開始拆螺絲了 好 好 好 我們四顆螺絲拆下來了 那拆風扇 那就小心一點 不要把風扇給扯 線給扯斷就好 稍微搖一下 OK起來了 輕輕的搖就可以了 然後呢 把它掀起來 轉一下 轉向方向 好 掀起來 我們看一下裡面吧 裡面到底多髒呢 還是很乾淨呢 順便上一下 重新上散熱膏 好了 核心的散熱膏 哇擦 超級髒 的 有多髒 有這麼髒 有多髒 不誇張吧 超級髒 好 這些黑色的 我來放一下 我的天啊 有這麼髒 OK 我不再帶其他鏡頭了 就這麼髒 你看 你看這個 哎呀 妖怪啊 天啊 到這邊 如果我不清的話 我很害怕 這些灰塵啊 久了 它會沾一些免絮 然後一些 有的沒有的導電 離子可能會站在上面 那 有可能會造成電子零件的短路 那 我花了這個7500 做面工作 每一個月就掛了 好 那接下來就清了 那這個髒東西的話 那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去刷啦 我先用一毛刷刷給你看 OK 真的非常髒 然後 當然我們要再多一些 濕擦 OK 那我先刷給你看 那你也可以直接沾棉花棒 那乾擦或濕擦都可以 我先不沾棉花棒 我先刷給你看 看到沒 看到沒 這個 原本看不到這些零件啊 現在一刷零件出來的 這邊 根本看不到一些 零件的配的 超慘 好啦 那我來做清潔工作好了 就這樣刷刷刷吧 那需要的時候當然 那這個先不介紹一下 這種布怎麼用呢 就是 紀念布 無層布啦 無層布 OK 那基本上呢 我把它收小一下 OK 我這邊有這一罐 那這是IPAE 那我們基本上就 也蠻單純的 就是 你可以用手沾一點那個 濕的部分 然後 或者是用這個去壓一下 那它就濕了嘛 有沒有看到前面 OK 所以不用壓太深 那這個布看來要換得很 勤勞了 因為實在太髒了 那我們等一下來做個比對好了 你看 OK 好 我要開始清了 好 好 哎呀 清潔這個真的是 吃力不討好啊 那有些比較難刷的部分 你一定要買這一種的刷子 OK 然後 這一種的也很好用 那這種刷子的應用 就是在縫 縫隙的部分 你看一下 呃 不曉得鏡頭會不會帶得到 等一下刷就到了 這個刷子呢 就是用在 這個地方 這邊縫隙 OK 要買這種刷子來刷 記得戴頭罩啊 因為是 實在是 有沒有看到 帶出這麼多 有的沒有的 這些灰塵啊 沾上油脂啊 那 我不曉得會不會造成 零件的短路故障 OK 好 換一個方向 然後呢 最後 用氣槍炊一炊就好了 然後呢 最後 用氣槍炊一炊就好了 OK 電子 電子 接點清潔 附魔劑 然後 然後 朝銅油方向 清一下吧 就這樣 就這樣 就乾 然後呢 再將那個 燃燒煙上去 OK 那 基本上 已經清得 乾淨的 然後將 缺掉了 散熱 散熱貼片 補上去 然後這個 我用的是 Cool Master的 散熱膏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 比較一下 就是 在同樣的溫度下 轉速它 會不會降低 那如果降低的話 代表 這個新的散熱膏 煮回來呀 煮回來 看一下勒 大概鎖一下 鎖的話 一般都是對角鎖 然後才能夠調到 比較準確的位置 好 我們呢 先來開機 拜託 正常 不能鬧煙 OK 看起來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 看一下影音 好 開機鐘 OK 裝上去了 那清是清乾淨的 但是呢 不曉得哪邊沒有弄好 看一下 轉速100 溫度70 那原本的轉速100 溫度65 那我剛剛去摸那個 上面那個熱管 一拍 它溫度是冰的 呃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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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就降低一核心的頻率吧 先這樣用 不然就是 要去買 散熱膏 重新貼 那唯一比較OK的是 我覺得它乾淨了 後續沒什麼問題 那唯一最大的問題 我想 是 溫度太高 如果搞不定的話 可能 就 再看看吧 OK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就是 呃 整個溫度已經降到61 轉速 之中降到72 那 我終於讓溫度降下來 那距離為什麼降下來呢 是因為 我在 這一個 看這個 這是什麼 導熱 散熱器的那個 嗯 OK 這個 我加這個東西 因為我一直懷疑啊 就是可能它有間隙 然後 接觸不了 雖然我已經加那種 白色GBU的散熱膏 那我就 拿了這個啊 這個是我大概 十幾年以前的一個庫存品 那 基本上撕下來都自己破碎的 我就很 很勉為其難的 反正 我死馬剛活馬力 我就吃下來 就算是隨便 然後就是 分布均勻分布貼在那個 GPU上面 然後呢 成功 湊效 OK 你看已經完美演出 溫度 63度 然後 轉速67 拿一下 測寫 測寫 特寫一下BGA 進去 輕一點 OK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BGA 因為 隨著時間的累積啊 一些灰塵卡溝都會在那裡 所以我們在清潔的時候呢 就是 必須將這四面的BGA上面 的一些灰塵啊 油漬熊都清掉 因為這樣清潔才有意義 那另外就是一些MOSFIT的 的 腳啊 也是要做一個側點的清潔 那這樣子 清潔才是 花的時間才算划得來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 點讚跟分享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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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